BGM 賭博不是也在產出嗎? 屁啦幹 賭博在產出 我的智慧猜猜產出是300滴加 幹 我就說你 你...你就是...你... 圖紙會轉的時候就不是圖索紙 一本正...一本正經的講幹話 我會說... 我會說... 我們要去家裡的東西 我會說... 這好像是一個正經的口罩 我會說... 我會說... 好疯了 智慧篩選吧 1 2 1 2 3 红了 你不能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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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介紹這隻 最頂級的冰點閃打 假掰158 配上6顆珠寶3億輸出 你看他要換一滴了 然後前面就是 就是 其實這季冰點閃打 真的是很強 冰點閃打這季真的是很強 就算今天不要用到雙咬軍帽的話 你配上假掰還是非常非常強 可是假掰呢 超貴 假掰現在的價格超級貴 這是158頂級的假掰 我也不知道多少錢 讓我查一下多少錢 好 頂級的假掰是350 但是這套 我可以說大概是130%的就可以了 就知道130%的假掰就可以啟動了 當然 你說有差距嗎 有一小段差距 但是 可以啦 130%的假掰就可以讓整隻啟動了 然後他當然 這是時光怒組的頂級冰點閃打 當然有各種 噁心 難搞 超難弄的裝備 先來跟你們介紹 首先第一個你看到 就是一些奇怪的點數 還有一堆 超級怪怪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是為了配合假掰 還有這整隻的Build 來吧 我們 我們也不用多等我們來看P.O.B吧 然後呢 時光怒的版本是用暴徒 那因為我沒有暴徒 那二來其實我覺得儲行比暴徒強多了 但是 但是時光怒堅持 暴徒才是唯一的政權 因為暴徒有閃電戰 跳比較快 但是 這隻呢 有一個很大重點是 你會有11顆狂怒球 但是 儲行最多是可以到12顆狂怒球 因為你多一個神乃之鷹加1嘛 所以你雙咬傷害又高 然後再來就是你所有的 你的 狂怒球等於你的耐力球 你又穿球鞋 所以等於你白一瓢了 多瓢 暴徒9顆耐力球 那些東西全部加起來 這個這個這個還有點 全部加起來 我覺得 儲行還是贏暴徒 但是暴徒跟儲行都可以啦 其實都可以 好啦 那我今天就用暴徒的來介紹 然後我下面會附上我自己的P.O.B跟他的 其實基本上也沒什麼差 因為他整套直接給我了 等一下我們來用那個好了 我們來用雕槍大火 我們來用雕槍大火 我就快點講 因為你其實如果你會點進來開 你也就是抱著一個奇葩的心態 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煮得出來的話 你真的搶 這次根據時光路說 試駕大概4禁 然後弄起來超級爆感麻煩 東西一大堆手作裝 首先 冰點才打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朋友 矛盾對決 那另外一個選擇就是 上一季時光路做那3L 翻臉魂刃 但是矛盾對決也是夠強了 而且這套還可以配上這個 直接加一最大狂怒球 就是拿這個盾牌 然後 石狂怒的聖遺物 石狂怒又有一顆了 加一最大狂怒球 跟兩條冰點在上面 所以每顆狂怒球給17到30冰點 那大概是22冰點嘛 也就是說 你12顆狂怒球的話 就是22 你有264平均冰點 那這264平均冰點呢 已經等於大概是 1L的傷害了 直接加了40% 然後又被矛盾對決 你的武器攻擊造成雙倍傷害 直接翻倍 所以這冰點的來源是528冰點 這是一把有528冰點的武器 那再來 還有這個軍帽 它這個是用35等的雙咬 但它給我另外一個 是32等的雙咬 這35等的雙咬呢 每一個 每一顆狂怒球給51到76冰的點傷 然後本身又給220到344的冰的點傷 51到76冰的點傷乘以12 所以平均大概是65 乘以12 所以這一條給了780冰點 780冰點 然後再加它本身有200-300冰點 然後呢 這個冰點 矛盾對決 15技攻擊雙倍 再乘2 1560冰點 所以你知道這是整支的基礎架構了 整支的基礎架構就是 靠著雙咬 然後跟 戒指上大量冰點 全部拿到之後 再來這季的新裝備 甲掰珠寶 這個甲掰珠寶給150%所有被汙染的藍色珠寶的額外效果 這裡 單手近戰武器18%暴擊加成 近戰暴擊加成15% 所以這一顆直接給了780%暴擊加成 這個聖神經驗珠寶給36%最大成品 跟攻擊附加13-25冰點 然後這些東西全部這樣加起來 然後再看這個命中值 這個命中值直接給700命中值 直接解決命中問題 然後冰點 然後再來就是 它瓦到上墜對不對 有28避免冰凍 28避免暈眩 兩顆避免冰凍 兩顆避免暈眩 直接免暈免 看到這隻多用心多麻煩了嗎 多用心多麻煩了 全部東西超級難搞 然後呢 因為塞了大量的聖神經珠寶 然後又因為我們不需要6L 直接毀暗的師父 三個聖神經查討的毀暗師父 每個裝備的聖神經珠寶給你3%最大生命 每個影響你的聖神經珠寶穿透4%元素抗性 所以這隻連元素抗性都穿透都直接搞好了 總共有1 2 3 然後他身體6顆聖神經珠寶給你24%元穿 以及18%最大生命 聖神經也過好 所以你看他的血量 他這隻的原版血量是5000多血 因為他有開四蛙之血 那我現在這個版本是五千血 因為他是走暴徒這邊出來 他可以點戰士之星 所以我們的血量有點差別 但是我也是到了五千血 然後開四蛙之血 還有2600血量 超級爽 超級誇張 然後再看一下其他細部 其他細部就是一些閃達的基礎 就是一些邏輯 我很抱歉 我想要快速帶過 因為你如果點進來這個影片來說的話 你應該對閃達有點基礎認識 如果你沒有基礎認識的話 就看一下其他 我在3.21的時候有做一個很詳細的冰點閃達的 有剪輯 有圖片 有一大堆東西的介紹 還有很多我之前做的 還有K7 還有那個時光路 不過時光路沒有做教學影片 他做的東西都是展示 就是Build Cast那種 其他東西就 我快速帶給我 四蛙吐露之心 夾翼狂怒球 球鞋 球鞋 然後 那個四魂 他打王的時候會換成魔血 打王換魔血 然後一堆無聊的東西 然後憎恨基礎爆 加平等點傷 然後三顆 巨型珠寶 因為我們塞越多的魔法珠寶 塞越多越好 所以我們勢必會把整個 全部我們能夠開的星團格 全部開起來 那最好最好 當然最最後最追求是一賞 三顆一賞給他插下去 你的傷害 你會再多出三個珠寶格 會更扯 因為每一個珠寶格等於80%爆達成 看真的是有夠扯 然後其他東西 然後這個霸佔 就是有護體 有立即偷取 然後他的萃取物選的是 你對低血敵人立即偷取25% 然後跟打圖擴散 然後我們再講這隻 另外一個 實狂怒最愛的事情 這邊插了一顆優雅膏 他這個優雅膏 還上面有瓦圓穿跟冰穿 你不要問為什麼 反正他就是弄了 然後呢 這個優雅膏呢 80%冰冷傷害 40%爆達成 每顆狂怒角也10%傷害 所以這個是128 狂狂 128傷害 攻擊技能增加80%冰冷傷害 128%傷害 這裏總共拿了500多%的increase damage 然後再用這顆超大希望之前 超大希望之前勾這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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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冷酷 然後再往上勾個肉體純淨 這就是實狂怒 沒錯 這就是實狂怒 全部難搞到爆 難搞到極致 絕對最夢幻的機體 什麼全部你能想到最麻煩的東西 他都弄好了 他這是瘋子等級 然後其他東西就是 嗯 就這樣 我覺得全部重點就介紹完了 那你最後我來講一下暴徒的優勢是什麼 暴徒有閃電戰 整個傷害上限當然會比 儲行再高 全部的 然後再來你也不需要解決聖怒問題 但是因為今天我是儲行者 我沒有辦法拿聖怒 我解決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這集有在看我影片就知道 我超愛的 紅刃你的聖怒地獄25下 然後配上一個 隨便一個戰吼 然後配紅刃盾 你只要切個副手吼一下 你就會滿聖怒 滿聖怒你就可以開個5秒的狂戰 5秒狂戰 這次的傷害5秒狂戰 可以把所有的王給殺掉 一單人所有的王可以殺掉 只要他就是秒進階段 而且我就算不開狂戰 他們也是秒進階段 不開狂戰也有2億多輸出 他們也是直接進階段 然後剩下東西就自己看 真的我覺得介紹起來真的沒什麼 然後還有雛形 我真的很喜歡 就是耐力球等於最大狂物球數量 那我這邊還多穿了一個 昂昂的煩擾 殘暴球 那因為我切副手都對 這邊可以猴滿我的殘暴球 然後又因為我的殘暴球永遠都是滿的 這些東西總總總加起來的話 就是傷害3千會再拉高一點 我覺得跟暴徒會平起平坐 可是暴徒的不用管那麼多事情 但是問題是 像那個時光怒他的抗性其實滿的很勉強 但是我抗性甚至 雖然我現在閃抗掉掉了 因為我沒有調 我直接拿過來沒有調 因為我的耐球可以直接到12顆耐球 所以我的抗性會解決更舒服 所以總理來說 我覺得儲行各種平和面來說都比暴徒好 但是暴徒可能傷害上限再高一點 就這樣 那你說我要選誰 那我當然是選儲行者 如果是我要挑的話當然選儲行者 不過這套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因為你開石化之血 石化之血你的偷取永遠不會偷到滿 因為你看他的預留這一小段 因為你的偷取永遠不會偷到滿 所以你的偷取永遠不會中斷 配上石化之血也可以拿到類似儲行的偷取效果 雖然說儲行還有一個100%對他恢復 跟偷取10%減少神兇傷害 這些都很強 但是我這邊順便解釋一下 為什麼儲行的優勢並沒有贏那麼多 因為如果這次不用石化之血的話 甚至他是用一般的正常滿血的話 那我真的覺得儲行會贏太多 因為儲行多贏一個偷取不中斷 就這樣 有什麼問題 去問他不要問我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我是我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三倍跟矛盾兩倍可以共同 你講得好 我自己回答 我來賣嗎 我來賣嗎 我來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